Hello 大家好 我是酒后商谈的红耀 那今天这支影片呢 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心中伊斯兰党什么时候会走回中间的路线 那最近几天有这个伊斯兰党大会嘛 就发生了很多的一些消息 貌似伊斯兰党要走回中庸的路线 首先是这个一星团的前团长 他就表示说他很遗憾 这个非穆斯林呢 对伊斯兰党有很多的恐惧 他无法洗刷 然后他们的党主席这个哈迪阿旺呢 也说我们要全力反击绿朝这个词 为什么呢 因为绿朝是一个伊斯兰恐惧症这样子的一个象征 是用来吓呼非穆斯林 或者是更讲白一点 就来吓华人票的 就是说他接下来的目标呢 要把伊斯兰党也变成 他赢了很多马来票 也要赢一些非穆斯林票 是这样子一个目标 那针对这一点呢 其实我们团队的Kelvin 在上一期影片都已经说了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惺惺的一个举动 那我是认为说 伊斯兰党会不会走回中间路线 其实取决于一件事情 就是伊斯兰党有没有觉得刚过去的六周周旋 他其实是绿朝的顶峰 如果他觉得是的话 那他就会转态 他就会觉得知道说 其实这个单靠马来票 是没有办法赢得中央政权的 他就可能往中间靠拢 但如果他没有办法这样觉得的话 他觉得还有一丝希望可以单靠西马的马来票 就可以赢得全国大选的情况当中 他就不可能走回中庸的路线 而我认为现在局势的发展 其实是比较偏向 他认为其实单靠马来票就有可能可以的 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过去六周周旋的一些成绩之后 大家的反应 国盟的票数确实是增加了 国阵的马来票确实不断的在流失 所以其实很多国门的领袖 他们所谓的庆祝胜利 是真心的 也不只是做戏的 他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说 他们可以拿到更多的马来票 更多的马来票 而这个马来票对他们人还远远 没有上升到一个地步 你看这个Don Abraham 他说这个雪州的成绩让他大感震惊 为什么不能赢 其实某种意义上说明了 他觉得其实马来票还有增长的空间 而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玄学 当然有人可以说 这个六周周选已经说明绿朝的巅峰 可是这个东西它毕竟不是全国大选 所以我觉得伊斯兰党党内 他不可能这个时候宣告说 我们既有过去赢的formular失败了 我们要想新的formular 就是赢回非穆斯林选票 他不可能这样提出的 因为很多始终党内的人会觉得说 我们过去靠着这种单靠绿朝的论述或脉络 我就可以赢这么多一席 那我下届大选 做这样的事情肯定是没有错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伊斯兰党里头 很有可能这个主流的声音 哪怕是有一些所谓比较开明跟传业派的领袖 他想要把伊斯兰党拉回中间 其实都很难的 因为很多事情未经验证 他就存有可能 那过去依赖的好好的路径 为什么不要继续发挥下去呢 这是我觉得伊斯兰党 如果他要转型 要转回中央当中 会面对最大的难题 所以伊斯兰党什么时候会转回中间路线呢 很简单 就是下届大选的时候 绿朝真的去到更高的一个状况 而他们发现说 用这样子的一套formula 他们始终无法执政中央政权 他们的招数已经去尽了 始终无法执政的行业当中呢 他们就会所谓的走回比较中间的路线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不是完全类似 但是历史有借鉴的 讲的是谁呢 讲的就是伊萨年的明年 明年那个时候 其实也是把这个非穆斯林选票去准了 全国的这个得票率呢 他的这个得票率啊 不要说这个议席 还多过国政 可是他发现说 他依然无法执政 直到后期 他稍微改变了这个formula 行动党 更加的放弃一些 所谓华人本位的一些论述 更往中间靠 当然有一些机缘巧合 有这个纳吉的这个1MDU的案件 然后有这个马哈迪 带领土团党分裂了这样的一个契机 最终才完成了这个formula 就是所谓的有行动党 作为代表这个华裔 或者说非穆斯林的 有公正党代表中间城市的 有右边 有这个土团党代表 这其他的这个面向的 这样子的一种formula 才可以赢得马来西亚的全国大选 而实际上 其实国政过去60年来 能够执政马来西亚 也是靠这样的一个formula 所以很多人会说 现在的西蒙 其实就是国政2.0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这个马来西亚 其他最大公约数呢 它始终是需要很多 还了这个社会的契约 它才能够执政的 那国盟其实现在讲 走的另一条路呢 就是单靠马来 西马的马来票 能不能赢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 自我局限的一条路 所以它这条路可以走的多远呢 我觉得国盟不知道 这个伊斯兰党可能也不知道 它只不过是 过去的路径依赖呢 让它接下来全国大选 会想要这么做 而我这边斗胆 这个预测一下 或是我准备被打脸 可能几年之后 如果这个国盟真的靠 这个formula 赢下来全国政权的话 随时可以翻这个影片 来打脸我 就是马来西亚始终是一个 多元族权的国家 这个国盟想要单靠用 绿朝或是西马马来票的 这个formula来执政 马来西亚的话 我觉得是天方夜谭 我觉得是天方夜谭 所以无论这个成绩是如何 这就是我对于这个伊斯兰党 他什么时候会走回中间路线 这样子的一个解读了 当然也包括了 我这个落下狠话 到底会不会被打脸呢 我们可能就是下届大选之后 再见争章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